大家好 我是军人军的杨戴刚 然后很开心在12月19号进入军人 然后成为军人军的一员 日职军人队总经理提成家 亲自为杨戴刚提上星球衣 加盟军人后的返台记者会 杨戴刚表示加盟军人很开心 选择加入除了球队需要他的战力之外 家人的生活也是考量的因素之一 就是非常的开心能够后面有这个局 然后在这前面坐着 然后开这次机会 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会选择东京是因为要对家人的生活环境 然后对小孩的教育会比较 对我们来说比较充实 比较有更多选择 所以才会选择东京 军人球团表示杨戴刚守备范围广 进攻时拥有不错的火力和脚城 棒次可以灵活安排 是夺冠的重要拼图 外传球团开出五年长约 甚至拥有不得交易条款 合约内容巨人总经理亲自对外说明 洋選手が日本シリーズ終了して その後から代理人の方と いろいろと話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が 基本的には奏法の契約内容に 手費義務があるため 細かいことは申し上げられません ただ契約の年数については 五年契約を提示させていただいて それでご本人からも了解をいただきました 巨人隊是传奇球星王臣志 過去加盟的球隊 对台湾球迷来说并不陌生 杨戴刚的加盟 除了球赛的转播之外 会不会有更多的台日棒球交流 甚至来台比赛 也是球迷关心的话题 大古祥平之前说 未来碰面时将用滑球对付他 杨戴刚笑着回应 自己也很期待和前队友比赛 也会做好准备去对付每一位投手 合约的事情终于敲定 面对下一个球技 杨戴刚表示个人成绩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帮球队拿下冠军 庄社記者张志燕 台北采访报道 帮助